大S和汪小菲去年11月离婚 结束10年的婚姻关系 不过近日却爆出汪小菲没有履行双方离婚协议 击欠大S500万元生活费的风波 两家人的家务事再度浮上台面 不少艺人针对这个事件在社群发文发表看法 其中女星叮咛的po文获得许多网友的认同 他在脸书写下 有些人是分手了之后 你才发现他这么值得你爱 用尽余生追回来 而有些人是分手后 你才发现早该踢掉他 一番话立刻吸引上万名网友安赞 大赞他的观点好精辟 还有网友惊呼 这段话同时都发生在大S身上 引发网路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